太陽太陽是天日 13號一早 台中市長盧秀燕現身大雅國小 興建公共化幼兒園 落成啟用典禮 這間擁有百年歷史的學校 現在多了幼兒供托 我是六都唯一的女市長 那我也是媽媽 那也因此女性 媽媽 然後市長特別重視教育 大雅區的孩子 現在有更多機會 就近到公立幼兒園入學 享受平價的教寶服務 盧秀燕說過去台中 公托公幼相當少 她上任後積極推動 公幼倍增計畫 台中市教育局進一步指出 這次興建工程費用 一共補助5591萬 在建築師的規劃下 設計理念以家的意向出發 讓孩子們在教室裡 就可以體驗到生態的刺激變化 在短短的兩三年之內 籌措的預算做的計畫 同時興建還執行 讓孩子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盧秀燕市長現場介紹 大雅國小副社幼兒園 是獨棟三層樓的建築 一共有五個班級 可以招收兩個兩歲專班 和三到五歲的混零班 目前已經順利開園 教育局也會持續推動 公幼再加量計畫 未來將在公立幼兒園 擴增幼幼班 讓孩子們可以提早入學 TVBS新聞 蘇燕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